好的同学们,咱们接着来看看逆题四 逆题四说要你找出下面题目中的规律来填空了 在这儿呢,同学们先观察一下吧 逆题四的第一小问 里边咱们要搭小条怎么搭呢 同学说是跳着搭 跳着搭好 二、四、三、四、八 这个有规律吗? 没有 没有 在这儿同学们咱们好好观察一下 二、二、四,对吧 接着又来了 三、三、六,对吧 接着又来了 四、四、八 你看,在这儿我这个四是怎么来的,同学们 两个二相加是不是就等于四了 对吧 这个六怎么来的 两个三相加是不是就等于六了 对吧 那八怎么来的 两个四相加就等于八了,对吧 这个题里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三个数相当于是一个小组的 对不对 在这儿你看这种题啊 咱们要学到今天的新方法了 其实要找规律 画图里头也有叫做分小组找规律 同学们 在这儿你看这小组怎么分呀 几个一小组啊 三个 是不是三个一小组呀 对吧 咱们来看吧 二、二、四是一小组 对吧 三、三、六一小组 四、四、八一小组 接着你说这个空该前几了 同学们 你看头两个数 二、二、三、三、四、四 该 五、五 五、五了 对吧 第三个数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前两个数的和吧 对不对 所以是五、五和十 对吧 就做出来了 这个分小组你学会了吗 其实就是要上去观察 对吧 你发现了在这儿 二加二等于四 三加三等于六 三加四等于八 对吧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三个一小组呀 对吧 这几个数咱们都分好小组了 就做出来了 接着再往下看 看第二条文 第二条文 刚才汪老师已经说了分小组 对吧 那你自己来动手试一试吧 好的 同学们 第二条文做出来了吗 在这儿你的小组是怎么分的呢 看看在这儿 一、二、三、三、四、五、五、六 哎 在这儿几个一小组呢 看看 一、三、三、五、五 哎 在这儿这些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对吧 咱们还是三个一小组吧 对不对 你看 一、二、三、三、四、五、六 接着该 接着该多少了 同学们 一、二、三、四、五、六 过了该七了 对吧 几个七呢 两个 两个七 所以是七七 八 对吧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在这儿这两个小文就解决了吧 对不对 接着咱们的分小组找规律 当你发现呀 老师 有的时候我 我搭小桥也不行 我跳着看也不行 那就想想 是不是该分小组了 同学们 嗯 这种方法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学会了 接着咱们继续往前 往前学习了 艾迪和威儿走到了间商店 售货员阿姨说 你们要是能打上来这个题目 我免费送给你们好吃的 好的同学们 刚才咱们艾迪和威儿 是不是遇到了一个题目呀 对吧 嗯 遇到了这个难题了 在这儿呢 要找规律填空填哪个空啊 这有一个空需要你填 对吧 嗯 还有 这有一个空需要你填 对不对 咱们怎么样找规律呀 你是不是要从上面看一看 观察一下来找找这个规律呀 对吧同学们 嗯 上面都填好了 在这儿这是一个三角形 对吧 里头得填三个数 对不对 嗯 你观察一下吧 我这两个图形 这三个数是怎么填的呢 好像上面这个数差一点 对吧 对啊 你看这是十六 下面的数小一点 对吧 嗯 你看这是十 下面是四和六 小一点 对不对 嗯 那你观察一下 那你观察一下 上边这个大点的数和我下边这两个小点的数 有什么关系没有 同学们 现在你看这个好看吧 这个十和这个四和六有什么关系呢 同学们 四和六相加等于十 对吧 嗯 发现了 在这儿下边这两个数相加就等于上面这个数 对吧 嗯 现在你再来看看这个题 这个题有没有什么规律呢 同学们 在这儿 和七相加等于十六 十六对吧 是不是就是下边两个数相加就等于上面这个数了 对不对 同学们 嗯 这个题啊 其实很简单 咱们这个题的方法叫做相加找规律 在这儿你看 我这个上面这两个题就能看出来 对吧 嗯 九加七等于十六吧 嗯 接着四加六等于十八 对不对 所以接着再往下你看 这个问号里头应该怎么得到呀 同学们 应该是 六加九 六加九等于多少呢 算一下 十五 六加九等于十五对吧 就做出来了这个题 接着再看这一问 你知道了它肯定是这两个数相加对吧 嗯 那就是 几加上四等于十八呢 同学们 其实就是反过来 哎 几加上四等于十八 在这儿咱们这么写 几加上四 等于十八 其实就是要填这个框 对吧 同学们 这也是个问号啊 这个框怎么填呢 其实就是 咱们得到这个大数是十八对吧 嗯 相当于十八里头有一个四对吧 嗯 另外一个数是多少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减法做出来呀 嗯 其实就是十八 对 减四 这个会算吧 等于多少呢 十四 等于十四对吧 所以这个题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嗯 对不对 减加四等于十八呀 十四 十四 加四等于十八 做完了吧 同学们 嗯 这个题其实你只要观察一下 这些数啊 都放在一起 对吧 有的大 有的小 那咱们就要讲讲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嗯 就相加照照规律了 你几乎你学会了吗 嗯 好的同学们 咱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二小问吧 哎 刚才说了用相加照规律的方法 对吧 对 哎 刚才是三角形现在图形变了 变成一个一个的小信封了 对不对 嗯 在这咱们观察一下吧 信封上每个小信封都填了几个数字呀 四个 都填了四个数字 对吧 嗯 在这儿啊 同学们本身数有点大了 所以啊 自己要好好计算一下啦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吧 哎 看看这些信封上的数字有什么特点啊 首先你发现了 这里头哪些数最大 有没有找找 最上边呢 最上边这个数最大 对吧 你看第一个信封 是不是这个二十是里头最大的数啊 嗯 对吧 第二个信封里头谁最大 二十三 二十三 是不是最大的这个数啊 嗯 对吧 也发现了 那接着同学们 你发现这个最大的数了 那你得想办法 这最大的数是怎么来的呀 咱们是不是要观察一下算一算呀 对吧 你看下边这三个数都挺小的 对吧 嗯 咱们先来算算 六加上十一等于多少 这个会算吗 同学们 六加上十一 是不是等于十七啊 对吧 嗯 接着十七再加三等于多少呢 二十 十七加三自己算一算 十七加三是等于二十的 对不对 在这儿 咱们发现没有 在这儿这二十是怎么来的 同学们 二十是不是下边这三个数在 相加 对不对 对 在这儿 咱们这下边这三个数相加等于二十了 但是同学们 你就发现这一个题还不能算 你得多看几个 对吧 如果都满足 就说明这个题是相加找规律了 对吧 嗯 咱们接着看第二个信封 这个信封上的数 大数是二十三 对吧 咱们看看这二十三 是不是下边三个数相加得到的呢 计算一下 首先五加七等于多少 十二 五加七是等于十二的 对吧 嗯 接着再看 十二加上十一是等于多少呢 十二加十一会不会算 二十三 在这儿 十二加十一等于二十三 对吧 嗯 所以在这儿你看 咱们二十三是不是也是这三个数相加得到的呀 同学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计算对你来说有点难的话 你可以多花点时间来计算啊 同学们 可以先暂停一下 多花点时间 验算一下 看看对不对 那接着啊 同学们 咱们找着规律了 对吧 嗯 这个提示要 相加 找 规律 对吧 对 那接着咱们看看 这个信封里头 诶 这上面这个大数肯定是下边的小数相加得到的 对吧 嗯 咱们看看吧 是不是三加八再加五呀 对吧 肯定这三个数相加了 那咱们一块算算 三加八等于多少 会算吗 拆交不大 算完等于十一 对吧 嗯 接着十一再加五好做吧 十六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好算 对不对 嗯 这个题就解决了 接着再看最后一个信封 最后一个信封同学们 这个大数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吧 嗯 这个十五咱们已经知道了 这十五怎么来的呢 十五 是不是下边这三个数在相加呀 是 对吧 同学们 是不是三加五再加多少等于十五呀 对吧 嗯 那这个题怎么算呢 咱们先算三加五吧 三加五好算吧 三加五是等于 等于八对吧 嗯 然后八再加上多少是等于十五的呢 同学们 在这儿呀 你想呀 诶 是不是就是十五里头有一个八 还有一个数啊 对吧 嗯 咱们倒过来想 其实就是十五 减八 对吧 嗯 十五减八等于几 这个会算吧 咱们第一讲学过的 等于七 对吧 所以这个控里表应该填几呢 七 是不是要填七了 同学们 嗯 对吧 在这儿咱们想一想 刚才学了相加找规律 对吧 嗯 相加找规律的时候 我是怎么发现这些数是相加的呀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数特别大 对吧 嗯 我发现这个特别大的数以后 我就要想办法想想 这个特别大的数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嗯 你就会发现了 这个特别大的数 是不是下边的数在相加得到的呀 嗯 对吧 是不是就找出来了 嗯 非常棒 在这儿咱们相加找规律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学会了 接着进入今天 最后一个立体的学习吧 在这儿咱们的学习